作词 李宗盛 每篇线已正式开通频道会员功能 点击简介下方的链接加入 解锁更多福利 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 题目叫做 为了取悦老公 这个女人花了两年时间去研究男人 得出了这些结论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整理读者留言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读者说她两年前 还是一个不受丈夫疼爱 待见的人 但是现在丈夫却疼搭疼得要紧 她在留言中的 字里行间都养溺着 她体会到的幸福样子 我记得这位读者 两年前就跟我沟通过 那时的她没办法在婚姻里 体会到甜蜜 就像是一杯原本是100摄氏度的水 慢慢凉透了 不再沸腾 她说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不是只有离婚才是一种解脱 我全她说 可以试着站在丈夫的角度上考虑问题 多思考思考对方的内心需求 然后再对症下摇 这样或许会有起色 毕竟两个人在一起不容易 随便分开有点太草率 于是这位读者冷静下来之后 开始考虑我给出的建议 为了满足老公的需求 为了能够达到取悦老公的目的 她苦心研究男人 而这一研究就是两年 在这两年的时间里 她获得了自己想要的幸福 也得出了这些结论 维系婚姻幸福的纽带 从来都不是依靠孩子 电视剧《刀客家族的女人》中 于老三的妻子林花 在S意外流产之后 就丧失了生育能力 从此便失去了一个 做母亲的权利 在那个不孝三 无后为大的年代里 孩子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啊 看着别的家庭里 有孩子的欢声笑语 林花总觉得愧对于老三 在和她相处的时候 也开始变得有所防备 导致原本很和谐的关系 一下子变了味道 就像是上级和下级的附庸关系 而案例中的读者 也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 她和丈夫结婚多年 一直都没有子嗣 其实在丈夫眼里 有没有孩子 本就不重要 是她一直把这件事情 视为心结 觉得自己没啥价值 丈夫一开始会安慰她 可是安慰得久了 就会烦躁 所以啊 两年前 他们的婚姻 一直都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 随时都有可能崩塌 孩子虽然是一个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并不是宣布 早知道夫妻关系 才是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关系 她凌驾于一切之上 若是把所有的幸福 都压在了孩子身上 一旦孩子不在自己身边 夫妻关系也就是名存是亡的摆设品 因此啊 在婚姻里 夫妻之间和谐相处 才是获得幸福的关键所在 原来婚姻没有配不配 只有合不合适 《甄嬛传》中的安玲蓉 家世贫寒 在一众嫔妃之中的她的家世 是最不值得一提的 所以啊 她的内心深处和骨子里 有着挥之不去的自卑 而她和皇上相处的时候 也是下意识地 把自己摆在了一个低姿态的方位 安玲蓉很爱皇上 可是她爱得太过卑微 皇上的感情对于她来说 不像是举案欺培 更像是一种恩赐 她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 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 她始终觉得自己配不上皇上 所以 这样的卑微的爱 怎么能够会换来 同等价位的回馈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 所有的关系的平稳 进行一定是建立在 一个价值交换的基础上 也就是说 双方之间势均力敌 这样才能维持一个平衡的状态 一旦一方自发地卑微起来 那么另一方的心态 就很难恢复如初 你自己都看不起你自己 别人自然也就会看不起你 所谓夫妻 本就是互相尊重 共同成长 你和她的灵魂达到了共鸣 才能够实现平起平坐 婚姻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而不是你一个人卑微 另一个人狂欢 这样的婚姻 不会有任何甜蜜可言 那么身处其中的人 自然也就不愿意救了 聪明的女人要明白 先取悦自己 才能够取悦对方 两年前的读者 是一个会把所有的重心 都放在丈夫身上的女人 那时的她 一切都以丈夫为优先 哪怕自己不舍得吃 不舍得穿 也要让丈夫吃得饱 穿得冷 她以为 只要自己对她足够好 就可以让婚姻幸福 可是事实却是 丈夫享受了她的付出 却从不曾有过任何回馈 就好像她的付出 就是一种理所应当 后来读者开始改变自己 把从前那些 放在丈夫身上的时间 开始转移到自己身上 买漂亮的衣服 吃好吃的东西 一切都以自己的喜好 为优先 于是 事情有了变化 从前不会关心 她的丈夫 如今也会询问 她吃得好不好 穿得好不好 甚至有时 还会给她买一些 她喜欢的东西 人啊 就是这样 那些容易得到的 不屑一顾 等到得不到的时候 就开始产生危机感 人生就是一场走秀 你只有做自己的贵族 取悦自己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才能够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主持人董卿 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最好的爱情 并不是像火焰一样 而是像水一样 因为水可以长流 其实 无论是情感心理学 还是人性的角度来说 婚姻从来都不是一时兴起 好的经营 才是长久之计 就如种植了一盆花一样 你投入了多少时间和精力 决定了 你是否可以看到它 开花结果 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了 欢迎留言 告诉我你的感受 别忘了点赞 分享给你的好友 Facebook也能和阿豪私信交流 期待与你相遇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